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马州地盘嵌吊臂 五个工人受伤 澳门特首选举岑浩辉交提名表 拿到九成半的选位支持 成为唯一参选人 长生内容 政府推出新一批银色扎券 保证息率四利 今个月30日起接受认救 政府说虽然这批银债息率比去年低 但仍然有吸引力 为向年长投资者提供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 和募集大型基建资金 政府发行第九批银债 目标发行额500亿 可以加码至550亿 债券年期三年 保证息率四利 揮手入场费一万元 每半年派息一次 和过往的银债一样 息率同时与通胀挂勾 会和保证息率比较 并以较高者作为年息 而为了防止大量债券被小数投资者集中持有 设定配发手数上限为100手 去年发行的银债保证息率有五厘 吸引超过32万人认救 创出新高 政府认为 今批银债息率仍然有吸引力 银息债券是低风险 并且提供吸引的保证息率 在日趋高龄化的社会里面 需求持续增大 当然定价的时候 我们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和市场的情况 这是一个保证回报三年的安排 随着市况 其实大家预期减息 所以这方面其实对于吸引力是有信心 有份配售银债的中银香港认为 随着美国即将减息 银行定期存款息率将会下降 相信银债会受到市场的欢迎 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 美国的同业刷息或者香港的同业刷息 都会相对去回调 也会影响到香港零售银行 在定价定期存款的时候 都会商量降低 今次给银息的债券 让一班长者的客户如果有需要 诊有机会锁住一个比较相对长年期 和一个高回报的收入 我相信是吸引的 我相信更多的长者 以往在一些回头下是多了 和一些新的未试过也会对这个有兴趣 今批银债认购期由今个月30日早上9点开始 到10月14日下午2点结束 10月23日发行 1965年或之前出生 并且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本港居民 可以向指定银行和券商申请认购 银债没有二手市场 如果在到期之前需要出售套演 可以提交提前述回要求 拿回债券本金 但可能涉及手续费 无线电视记者楼沛恩报道 有长者认为 银债的年期和息率都不太吸引 但有学者认为市场月期减息 银债仍然具有吸引力 新一批银息债券有政府保底 长者又没有兴趣认购呢 四位和市场一样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 其他买些股票 当然有风险的 但可能赚多些 可能又可以快些 慢慢出售 依然买个I-BON要放三年 但利息很低 现在虽然银债好些 但我觉得有时间规定 不是那么好 我自己投资可以很松动 有多月钱就买 政府买 应该不会走老吧 信心不同一点 有学者认为 在减息预期之下 这批银债仍然有 四里保底息率 预计仍然反映会热烈 市场已经是预期 9月18日一定是减息的 有些人预测 这次减息是今年 不止9月18日会减息 10月以来会减息 全年很多人都会感应 政府的税率率 比较之下 就有这个吸引力 因为明年还有感觉的这个可能性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这批银式债券是在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之下发行 以支持为及经济民生的基建项目 让市民有更大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落马州一个地盘发生工业意外 有吊臂怀疑零件松脱 令到一部分的吊臂墮下 五个工人受伤送远 从观众提供的片段可以看到 在示范之后 吊臂是弯曲 压着旁边一座 即是兴建的建筑物顶部 有现场的照片就看到 吊臂是几乎截断 即是靠内部零件连接 压着建筑物顶部的部分 跌落在平台的位置 从高空望下去 顶部的吊臂横跨大约半个顶楼 地盘位于落马州路 及青山公路新田段交界近下湾村 警方说下午三点几节目 有吊臂怀疑零件松脱 令到一部分的吊臂跌落来 有石屎是击中工人 五个人要送远自利 输入劳工计划出现 工人遭受不公平对待投诉 联合医院扩建地盘四十几个劳工 指内地中介无故靠身和解雇 建造业总工会到深圳协助滑船 发展局说有关劳工已经获承诺不会被解雇 三十几个在联合医院 确建地盘工作的输入劳工 返到内地之后 部分人中五去深圳罗湖区服务中心 有劳工说去香港工作两个几月 事先缴付四万三千元中介费 但项出了 人工就被扣 有工人说上个月做了26日 应该有三万五千多元身金 按输入劳工计划 被扣除一成费用做住宿 但内地管理公司要求 每个月额外交六千多元住宿费用 加班费也要抽水 还要交清洁费等 生活条件压力 两个小孩读书读大学 每个都要用钱 我们还想留在这里做 出来如果不上 我哪里远给几万元来做 交中介费 都是想定定在这里做 不过他这么刻扣我们的 我们的心就很不烦 工人说他们星期一 在地盘抗议之后 经建造业总工会介入和滑船 而判承诺继续聘用 绞清上个月薪金 并且安排车送返民感到宿舍 但途中又收到管理公司电话 说要解雇他们 有工友说中介公司安排的宿舍环境恶劣 例如40至50个工友要分享四个厕所和四个洗澡房 每晚洗澡都要轮后超过两个小时 工会安排工人和管理公司开会 但没有结果 我不知道我不是雇主 没有收中介费 工会怀疑判先是雇主 管理公司无权解雇 发展局说总承建商和分包商 已经承诺不解雇这批输入劳工 又说政府不会顾声剥述劳工权益事件 会防止输入劳工计划被滥用 无线电视记者何思义在深圳报道 输入劳工计划出现工人受到剥削的投诉 建造商会就认为 承建商有责任保障劳工权益 政府去年7月推出建造业输入劳工计划 上限是12000人 有关签注由14家国企批核 但他们旗下并没有劳工 所以仍要靠中介公司 政府在网上详细罗列了申请程序 但来到香港之后有哪个管理呢 就没有列明 有劳劳公司说建造业涉及工种繁多 或者有承建商避免麻烦 将管理责任外判 大判是分请名额 申请名额之后 它因应它疑判的工种 就去聘请不同的劳工下来 管理其实就在疑判上 它都是没有一个管理层去管的 所以可能他们觉得 为了省却管理和整个情况 不如就找那间劳务公司 或者外户公司那些合作伙伴 去管它 接连有输入劳工被滥收费用 源头或是因为中间的管理公司 建造商会说 承建商是输入劳工的雇主 责任不可以推卸 中间的管理公司可能出现了一些查纸 所以造成了今次的问题出现 所以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作为承建商也都要去处理 现在出现一些所谓叫做 黑扣了一些工资的现象 应该要交给发展局去调查立案 如果确实了 承建商是会有机会被受惩罰的 其实最好就是找回 在香港本地的职业介绍所 内地的公司它未必了解香港 现在现有一些作风、做法 可能它参考了 它自己原本做好的方式 就以为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香港是不容许的 建造商会重新 本港仍然欠缺8%的劳工人手 输入劳工计划又需要存在 呼吁成建商做好本分 河仙市记者 刘传了不得 传题客 澳门行政长官选举 中申法院前院长岑浩辉大交提名表 他拿到超过九成半的选委提名 将会成为唯一的参选人 手握383个 即超过九成半选委提名 岑浩辉去到选举管理委员会 报名参选第六届澳门行政长官 澳门选委会有400个选委 参选人最少要拿到66个人提名 意味岑浩辉将会成为唯一的参选人 他说自己又主动接触选委 满意提名人数 岑浩辉说稍后会落区和各界交流 准备竞选政纲 有选委就期待他多些关注民生议题 包括提高养老金 改善房屋界替和就业市场 检视应不应该减少外劳 现在我们很多青年朋友 真的要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理想的专业工作 依然是有一定难度 部分的朋友甚至乎想可能是 就业都可能是一定的困难 因为毕竟现在我们的就业市场的选择 和都是相对上未必那么多元 餐饮界就说 现在民生区不少餐厅依赖外卖平台 不过就被收取高额佣金 期望岑浩辉的司法经验 推动加快法律改革 澳门的外卖平台 其实那个法律是欠缺了监管 以至到收费是相对较高 和收费也都不透明不清晰 如果一个叫做新兴行业 来到我们澳门发展了一段时间 而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去规管的话 市场会很乱 62岁的岑浩辉 回归之后一直担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 有望成为历尼第一位 不是商界出身的澳门特首 选举提名期星期四就会结束 选管会之后会确认候选人资格 10月13日投票 回顾澳门历界特首选举 2019年的何一成 和2014年的崔细安 分别拿到九成二和八成二提名 都是唯一的候选人 无线电视机就在钟卓希报道 稍后还会报道 内地旅行团怀疑集体食物中毒 至少11个人要送院 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法案 涵盖无人机、电池以及生物科技企业 回来新闻时间 有内地旅行团怀疑集体食物中毒 14人不舒服 大部分人要送院 旅游事务署说 十分关注事件 已经指示旅监局了解 暂时确认同团其他团友 以及其他的旅行团 未有类似的病症 消防署出动多部救护车 将白蓝三旅旅行团团员 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部分人需要先在流动医疗车上 接受初步治理 在观众提供的片段见到 有团员在路边呕 也有多人坐在一边休息 有人就躺在长凳 警方中午近十二点半接报 一个内地团在土瓜环九龙城道 一间中标铺买饰的时候 多个人不舒服 据了解旅行团一共大60人 星期一晚到土瓜环吃事 金港会吃晚餐 吃过虾、鸡翼和冬瓜等等 不同一晚那十一个团有嘔吐和吐舌 去到翌日早上卖夜期间 仍然感到不舒服 要求到医院 朝食话有人在食夜期间 拿了自己拿来的业菜吃 当局会发现相关食物 摄事的金港会在中午 仍然有接待内地旅行团 有来帮车的旅客说不担心 跟这些菜品没有关系 有食环厨人员下午到餐厅了解情况 餐厅随即落宅 有消息说涉事的旅行团 也曾到访同区另一间食肆 那间餐厅下午仍然有营业 无线电视记者不解谴了 连锁健身中心舒适宝 上星期五突然全线结业 消息会截至刚刚6点收到1725宗的投诉 涉款近6千万 最高一宗的金额超过180万 最少几宗就涉及99元 舒适宝星期六曾经发公告 说有新投资者 和湾仔分店原始的业主 达成初步共识 将会以新的品牌营运 也会为原有的客户 免费提供愈下健身卡 和私人教练课堂服务 有教练日前就报警 说公司建议前仍然要求他们促销 消卫会说健身中心可能为例 中美两军举行战区领导通话 据报美方计划在今星期的稍后 派国防部高级官员访华 参加安全论坛 中美两国在军事关系方面寻求稳定 避免误解之制 国防部公布 根据两国元首三藩市会晤共识 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雅南 星期二早上和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 帕帕罗举行视像通话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是中美两军第一次举行战区级别司令对话 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声明说 双方对话具建设性和互相尊重 帕帕罗在通话中强调 中美两军保持沟通的重要性 认为有助链明双方意图和减少误解误判的风险 希望双方会再举行更多类似的对话 声明又说 帕帕罗提及解放军近来几次 和美军发生不安全互动 重新解放军有义务遵守国际法规 以确保行动安全 并促请解放军不要在南海等地区 做出危险、巨胁迫性 和可能令局势升级的举动 中美去年发生气球风波之后 关系陷入低谷 中方曾经拒绝和美军将领对话 直至去年11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三藩市会晤 中美元首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沟通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上个月访华的时候 就有报道曾经说 他希望和中方扩大两军对话 自战区级别 防止台海等地区发生冲突 无线迪斯记者 昨日三博道 美国国会暑假后复会 随即通过多项针对中国的法案 包括禁用中国特定厂商的无人机 电池 限制和中国特定生物科技公司往来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众议院通过生物安全法 针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 美国众议院星期一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议案 包括任指中国无人机公司 大疆创新的新款无人机在美国使用 只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大疆无人机在美国的市占率 据报超过五成 大疆批评法案完全是基于 对无人机设备原产地的偏见 众议院也都以大比数通过生物安全法 禁止联邦政府机构和中国的若名生物 母公司若名康德 华大基因 华大制造 以及华大制造的美国子公司 合共五间生物科技公司合作 有共和党议员批评 华大基因为中共所有 也是全球最大的基因数据收集者 又指若名康德有份和中共 合作成立基因测试中心 协助中国的军事研究 并可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若名康德发声明说 对众议院的表决结果感到失望 批评美方在非正当程序之下 先发制人和无理地针对若名康德 华大基因也对议案感到失望 批评国会透过立法打击竞争对手 在北京外交部也说 坚决反对有关法案 美方应当放弃意识形态偏见 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经贸规则 停止推进有关法案 停止滥用各种借口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 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国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 继白宫宣布向进口中国电动车 大幅加征关税之后 美国国会星期一也通过 脱离外国敌对电池依赖法 禁止美国国土安全部 向包括宁德时代在内的 六间中国电池厂购买电池 同日获通过的议案 还包括2023年台湾冲突阻压法 一旦台海发生冲突 美国财政部将有权禁止 美国金融机构停止向中国提供金融服务 并会曝光中国在美资产 不再保证中国在美资产安全 这一系列议案仍有待参议院表决通过 再由总统拜登签署落实 外界关注距离美国大选不够两个月 拜登能否赶及在年内签署落实这批抗中国议案 无线电视机者六指其报道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开始试行回收核燃料碎片 预计需时两个星期 有关工作早前因为设备安装出错而要压后 营运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东京电力公司宣布 重新开始试验回收含有极强辐射的核燃料碎片 今次将会是2011年3月核事故之后 第一次取出核燃料碎片 东电利用机械被收集在核电厂2号机组内 少于3亿碎片 预计装置到达燃料碎片 需时约1个星期 整个回收过程会好时2星期 东电用的机械臂可以伸长约22米 在前端安装了爪形器具 方便夹出碎片 核燃料碎片会释放极强辐射 取出碎片被视为是核电厂报废工作的最大难关 东电计划用几年分阶段取出 而核电厂1号至3号机组内 估计有近880吨的核燃料碎片 取出之后怎样处置暂时未有定案 当局和东电说 今次试验回收计划里面取出的碎片 对未来的回收方法和计划相当重要 回收计划原定在上个月22日起开始 但因为东电和承包商30重工出现沟通问题 导致机器被安装出错 被逼推迟计划 无线电视记者旅晓说报道 风暴魔戒吹袭越南 增至最少82人死亡 超过700人受伤 仍然有60多人失踪 越南总理范明镜 到受灾严重的北江省 试测防洪和救灾工作 强调因为上游洪水 令到球岗的水位急升 情况令人关注 当局估计 单是在北江省风暴造成的经济损失 就达到3000亿越南盾 只合大约是1亿港元 魔戒上星期六 在越南东北沿海地区登陆 暴雨印发广泛地区水浸 富寿省有桥梁被洪水冲毁 多架车跌入河里面 仍有8个人失踪 高平省也有巴士 被山泥冲入洪流 十几人失踪 转头众位有 时事中国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14家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1次会议召开全体会议 审议多个草案 包括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 统计法修正草案 也都审议了关于实施 漸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 专家说实施延迟退休 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 内地整治足球职业联赛 43人终身禁止从事足球行业 国家体育总局和公安部 在辽宁大连召开发部会 交代足球职业联赛整治行动 公安部说 由2022年开始 打击网络赌球 操控比赛 行贿 受贿等的违法犯罪 拉了128人 赌破12个网络赌博集团 有120场赛事 涉嫌赌球和打假球 向83名球员、裁判、教练和 俱乐部管理人员 採取刑事强制措施 当中34人判监 中国足协也公布 对61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 作出纪律处分 曾经效力中超山东泰山的 球员甘敬道等43人 终身禁止在中国 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的活动 另外有17人禁止在中国 从事足球相关活动5年 我们对治理足球行业 假赌系的态度是坚决的 无论是球员还是俱乐部 只要涉及假赌系 我们都将依法依规 严肃查证 给予行业处罚绝不姑息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接受社会建议 国家体育总局说 有关行为严重违背体育精神 严重破坏足球行业秩序 形容是侵蚀足球事业的毒瘤 和阻碍足球振兴发展的蓝老虎 强调会继续加强和公安机关合作 并建传行业监督机制 推动足球文化建设 一年两日的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合谈会 下个星期五是北京开幕 第一次增设香港主题推介活动 今届研讨合谈会主题是 优势互保共创繁荣 聚焦金融、科技、商贸物流、专业服务、消费、文女等重点产业领域 将会举办15场专题推介 以及参观考察等的配套活动 第一次增设投资香港主题推介活动 围绕香港独特优势、营商环境、服务经港两地企业合作措施等 是金融、科技创新、商贸物流等专场活动 亦都设置了投资香港主题 在金港两地培育更多北京基因、香港血统、中国标准的世界产品 实现金港科技创新联动 助力两地打造全球科技创新的高地 北京作为内地科技基础的最崇厚 创新资源最为极具 创新主体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为新型生产力发展的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金港在人才交流、创客、融资、成果、转化等领域 科技合作发展空间我感觉非常巨大 内地电讯设备商华为推出全球第一款三接手机 售价近2万元人民币 未开售预定量已经超过400万部 据报网上的炒价已经高达8万元 驻广州记者陈卓康报道 在华为的新品发布会 焦点就是这一部全球第一款商用三接手机 在完全展开之下 屏幕可以达到10.2英寸 即是接近26厘米 三块屏幕两块口3.6毫米 一块4.75毫米 机身连屏幕的表面层重大约306克 我希望把我们的平板装在口袋里 今天我们实现了 新手机视乎配置 收加街乎近2万至近2万4千元人民币 去年以品牌大市身份 现身发布会的艺人刘德华 今年以影片的方式出现 在广州珠江新城的华为旗舰店 不少市民专程来看发布会 我看它那个价格还挺有性价比的 挺惊奇的 就是因为我对它的估价会更高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新的功能 我还挺感兴趣的 因为我用不着三个点 如果我可以推荐的话 我会推荐给它们 发布会之后 门市展示出三接手机 但是暂时只能够远观 有市民就提前预约看验身机 这款手机今个月20号公开发售 上个星期六开始接受预约 至今预订量已经超过400万 机未到手 网上炒价已经高达8万元 这间分店在开放预约第一天就已经压满 有店员更加说 电脑系统曾经一度入不及资料 要改用人手登记 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 一层出口目 在台湾卷入贪污案还押的 民众党主席阿民哲第一次提讯 阿民哲新穿酬衣 双手锁上手扣 下午坐酬车抵达台北地检柱 接受被激压之后第一度提讯 阿民哲被指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 经华城地质比率大幅增加 认为涉及利益输送 同岸年同安民哲在内合共五个人被激压 其中两个被告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升 威京集团主席沈庆经 昨日和今宵已提讯 内地近年饭圈联像频生 内地传媒披露 有饭圈分等级制 如果要与偶像接触或者拿签名照 需要完成特定的任务 内地一个组合 早前在外地完成演出之后返回北京 几百个支持者到机场接机 警方事先提醒他们要保持秩序 不过当这个组合到部之后 场面开始不受控 几乎出现人踩人 这些疯狂的追星举动 被形容是饭圈乱象 近年不时发生 饭圈即是追星支持者 自发组成的社群 并且逐步发展成有组织的圈子 央视报道近年有饭圈制定 严格的内部等级行为准则 如果支持者想要拿签名照 或者与偶像近距离接触 就需要达到一些要求 近年饭圈乱象除了发生在娱乐圈 也入侵体坛 官方多次表明要坚决抵制 由专家认为要消除乱象 不单只要监管部门严厉打击 也要经理人公司等方面承担责任 形成行业、市场多重监管机制 什么是时事中国 讲到这里 继续新闻时间 居上星期有市民在家怀疑充电补起火严重烧伤 中环昨晚有堂楼单位 怀疑电视机电线短路起火一死三伤 有工程师提醒 不要在拖板搏顺搏 避免电路负荷过重 中环哥库街9号一栋堂楼 有单位星期一晚火警 过半钟后破释 单位里面一个86岁女人死亡 两女一男怀疑吸入浓烟 不舒服送丸 初步调查相信 在单位里面一部电视机 电线短路导致起火 有工程师提醒 市民很多时都在电视机上高 那一块布 但会阻碍散热 又或者长期没有清洁之后 即沉都容易导致电线短路 市民也不应该在万能插树 或者拖板搏上搏 避免电路负荷过重 当温度升高 升到70度的时候 那个住原体就会溶解 溶解的时候就出现缩线短路 缩线短路就会导致有压 有所谓抢火 一抢火就有高温出现 出现了就燃烧了 那个住原体 甚至乎是旁边很近 垫着它的家具 或者是衣物 那就会着火了 上星期 葵冲石离村 也都怀疑有人 帮充电宝充电阻振起火 有消防顾问就建议 市民可以在家备备干粉 二氧化碳灭火桶 又或者是灭火毡 避免小火变大 如果火不是很大 如果灭火毡的范围 可以覆盖得晒的话 火头都可以用灭火毡 将它盖着 我们就利用一个窒息法 即是隔绝了氧气的接触 令火自然熄灭 这个也是一个有限的方法 他说一旦家电起火 市民应该先去关键 总製又或者拔走起火电器的插头 无线电视记者中卓希报道 港铁大部分路线 中秋至当晚将会通宵行驶 港铁说下星期二 下午三点钟开始 八条铁路线 会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 其中港岛线 全湾线 观塘线 调景岭至河文田站 和将军澳线 北角至将军澳站 将会加密至大约2分钟一班 去到晚上8点后 港岛线 全湾线和观塘线 会加密至3、4分钟一班 方便市民外出上月 当晚除了机场化线 迪士尼线 东铁线 往来罗湖或洛马州站的车程 其路线和部分轻铁路线 都会通宵行驶 一共增加约520班尺 大九家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明天开始一连两日 在湾仔会展举行 港澳办形容 论坛展现香港的魅力 能力和活力 今届有近6千人参与 与会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 港澳办在微信公众号 发表评论文章 说论坛展现香港独特的优势 过去八届举行超过4千场项目对接 充分发挥香港超级联合人 和超级增值人价值 各方踴跃参与 是用行动对香港投下信心票 没有被谣言乱与迷惑 见证香港由智及兴 中央政府坚持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 非中国籍香港和澳门的永久居民 可以申请来往内地通行证 入境处说截至8月31号 处花共收到约5万1千宗 索取资料申请通知书申请 协助办理通行证 又在香港的英国商人就说 通行证方便北上办公 期望将来发10年期的签证 国家出入境管理局 在7月10日开始 向非中国籍港澳永久居民 在签发通行证5年有效期辞证出入境 无需申请签证 每次可以停留不超过90日 本港有27万人是符合资格 恒生大学和绿色组织合作 发放本港第一个消费者可持续生活指数 研究团队将自备环保袋 参与义工服务 进攻民意务投票等 超过20项日常活动 纳入计算当中 检视消费者在环保 和谐和道德生活 三类常见的可持续生活方式 实行情况 经家头访问约1千个成年人之后 发布第一个 永明消费者可持续生活指数 是53.56分 团队认为反映市民 对可持续生活态度正面 并有进步空间 有关分数将会作为 每年发布指数的基数 以监测本港的移居性 和市民生活的可持续性 要令到我们的社会更加移居 令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 应该由社区出发 就不是单单去和消费者 或者企业说 如果你不执行一些环保上的安排 会带来一些惩罚 或者做了这些可持续的生活 会如何对自己有益 这些都好 但也要带出原来对于整个社会 对于整个社群有帮助 才令到这些可持续生活更加容易推广 看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收视日报17234点升37点 总成交1073亿 欧洲故事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40点 巴黎克指数升17点 德国DEX指数跌76点 转看其他消息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SpaceX成功发射飞船 将富豪、艾瑟克森等四人送上太空 将会是执行人类第一次商业太空漫步的任务 据报艾瑟克森在三年前 曾经资助SpaceX大约2亿美元 这次投资额就无披露 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凌晨5点24分 搭载SpaceX龙飞船的聂英9号运载火箭 在佛罗里达州的甘迺迪太空中心发射 将私人太空人团队送上太空 执行北极星黎明任务 四位团队成员包括美国亿万富翁艾瑟克森 美国空军退役机师 还有SpaceX的两位工程师 飞船将会以椭圆形轨道绕行地球五日 距离地球表面由190公里至1400公里不等 是至1972年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结束之后 人类最远的太空漫步 SpaceX直言今次私人太空任务的风险最高 第三日任务是触目焦点 届时艾瑟克森会和其中一位工程师 新穿特制的公仰太空服 在距离地球表面约700公里 进行约20分钟的商业太空漫步 其余两人会留在舱里面监测数据 确保一切正常 四人另一任务是当飞船进入太空幅社大期间 他们负责收集数据协助研究太空幅社 和测试星链卫星的雷射通讯技术 为未来太空任务做准备 飞船原定上个月升空 由于泄漏氢气而推迟 SpaceX行政总裁马斯克早前贴文化 太空人的安全极为重要 无线电视记者吕晓雪报导 7点半新闻报导完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